那現在就解解這段Code在做什麼 我開兩個Document,這個是那個完成品 這個是空的 不過空得來,其實有些你本身都認識的 譬如Voice Setup,這個是一個function來的 即是說這個setup的大括號裏面包著的東西 在你run程式的時候,一開始就會做一次 以後都不會再做的 這個Voice Draw這個 function 裏面的東西是何時會走呢 就是當你走完這個setup之後 它就會不停不停的run 這個function mouse pressed這個function 如果裏面有東西的話 那些東西是何時做呢 就是當你按個mouse的時候會做 所以這三個function 其實應該已經認識的,好嗎 那一開始setup什麼呢 就是set你那個application是 600x400,600-400高 這個nose stroke意思是說 做一次就算了 就是整個Document裡面 我們根本不用有那條線條的 那你set一次,以後不用再做了 那它就永遠不會有線的了 那在void draw裡面呢 它就不停地 draw東西 我就不停地 draw白色的 那所以你在run的時候呢 其實它不停地把白色 蓋完上面再蓋 重複複地做 那明白了這個之後呢 那我們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學一下什麼叫做 for loop先吧 for loop呢是一個比較難的東西來的 你學得色都已經OK的了 那我首先呢就做一件事 就做個feel feel feel其實它就問你拿三隻色 和透明度的 那我舉個例子 我就一二零 一二零 一二零 二二零 那不知什麼色 那就半透明 一二零 那這個是fill了個顏色 但是不會畫東西的 是吧 記住了個顏色之後呢 你就可以跟它說 說你要畫些什麼 那你可以畫個 ellipse 即是橢圓形 那首先呢就是xy position 那是200 那是300 那它就問你的radius 那是40 那是40 那這樣run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東西 那就有東西了 那這裡有東西的原因呢 記住喔 是因為它不停地 首先油個白色的 填一隻半透明的紫色 然後呢就把紫色拿出來 它是不停地重複 將這三個動作不停地做的 所以它會洗完了它 又再踩上面的 那就是這個做法呢 就令到你很痛苦了 那不過呢我想做的什麼呢 我就想做一個叫for loop的物體 那什麼叫for loop呢 舉個例子 那我要將這件事 重複做幾次的 是吧 那就 250 那就是不同色 是吧 那還有呢 半透明也有點不同 是吧 80 那這裡是100 那不過呢 記住了 我的ellipse呢 就不可以重疊在一個位置 否則呢 我這三個ellipse呢 它都是重疊了 就是掛掛的 那所以呢 第一個呢 就可能在200 第二個就可能在300 第三個就可能在600 不行看不到 500 這樣 那就用來看看 你看到有三個球 為什麼呢 因為我首先選了一隻色 然後fill它在200 就是這個 然後再轉一隻顏色 然後fill它在300 就是這個 然後再轉一隻顏色 然後fill它在500 就是這個 那你就做了三顆的球 那三顆的球 怎麼做出來呢 你是透過重複把一個code 寫三次 但是這個就會很煩 為什麼呢 假設我要有十個球 哇 那你就在那裡 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二十行 是不是呢 那所以我們這些情況呢 我們就不會這樣重複寫的 我們會用一個叫for loop for loop呢 就是當你已經知道 你要做多少件事 重複多少次的時候 你要知道那件數 我們就會用for loop for loop呢 將會包著這兩句code 令到這兩句code 因應我想要它走多少次 它就做多少次 那for loop的寫法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有一個for 有一個括號 然後呢 有一個大括號 那你也應該知道的 那大括號裡面 就是擺你想要的東西 我select all command t clean up它先 讓它auto indent了先 當你for loop loop這兩件東西 你就在這裡告訴它 你要loop多少次 當然啦 我亂講 譬如for loop 100次 它就會將這兩行東西 你呢 重複一百次 不過當然呢 它的寫法就不是這麼寫的 for loop呢 你看上面這裡也看到的了 它會問你拿三樣東西的 看著吧 它呢 拿三樣東西 都是用一個分號來分開的 這裡問你拿第一樣東西 這裡問你拿第二樣東西 而這裡呢 就問你拿第三樣東西的 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它要你有一個數值 這個數值呢 叫Initial 就是一開始的 開始值 那我們通常呢 都不會想這麼多的了 就會呢 set它做i的 i是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是一個info information indicator index i它stand for index 那所以呢 通常會開個i 不過呢 你記住了 你沒理由這麼傻仔 你呢 為了一個for loop呢 你在這裡開個integer i 然後就跟它說 i的時候 一開始呢 就等於0 喏 這是第一件東西要寫的 對吧 Initial 那為什麼不會這麼寫呢 原因就是呢 我們寫在這裡的話呢 是說整個program 都會看到這個i 即是說你這裡打i 它都知道的 在這裡打i它就讀到的 因為這個i寫在外面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i呢 就根本不for這個program 其實只是for這個for loop 裡面用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這樣做 我們int i等於0 我們會呢 在這裡來開那個i 然後馬上set它等於0 那這個就是一開始做的東西了 set個i等於0 但是因為這個integer 是寫在這裡這樣寫呢 所以呢 整個program 是沒有人知道i是什麼 你在這裡寫 說想拿個i來用呢 立刻出error的 因為都沒有i 是不是 那你就說了 那i在哪裡會出現到呢 如果我在這裡開個for loop 這裡開個i的話呢 就裡面這裡才會看到i的 其他人都看不到的 所以呢 你只可以在這裡打i 它會讀得到有個i 明白嗎 我set了它0 那就是這裡不就是0 對吧 就這麼簡單 那記住了 這個是scrope的問題 開變數的時候 在裡面開 和最出這層開 是有分別的 記得一下 好了 這裡呢 就會問你一個condition 我先寫了 然後再解 你就明白了 那我呢 set它 i是小過10 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condition 就是這個for loop 當它運作的時候 它就會不停check這個數值 如果這個condition 這個condition裡面 是傳回告訴你 是true的 那它就會做裡面的東西 否則就不做 好像if if你應該會 那這裡呢 就加 做完東西之後 最後要做些什麼 那這裡呢 你就可以寫i i 加等於1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 就是把i自己加1 但是i加等於1 這個寫法比較有些沉 我們很多時候會叫做i加加就算了 i加加如果你不懂 其實意思就是說 原本i等於0的話 行一次i加加 i就等於1 再行多次i加加 i就等於2 每次遞真1 這樣解的 加加的意思 就是說把前面這個變數加1 好了 那我現在就示範一次這個for loop 做些什麼了 看著吧 for 一開波 這個呢 一行這個for 就會首先進來這裡先的了 就是seti是等於0 好 然後呢 它就會跳來這裡 它就會查一查 i 是不是小過10 我想說 i是0 i是不是小過10 0當然小過10 那就是true 這個condition就是true 當日跳到這裡 detector是true 它會怎樣做呢 它就會馬上把這兩段code run run 走它 走完這兩個code 它會怎樣呢 它就會再走這一句 就是把i加1 如果i本身定於0的話 現在i就等於1 是吧 走完這個i加加之後 現在i等於1 是吧 它又會跳回來走這一句 它就會再問 i是不是又是小過10 現在i因為加了1 是1 那1還是小過10 是吧 它又會再走這個code 走完這個code 又會再走這裡 又會把i再加1 現在等於2 2又是小過10 是吧 它又做 但是你這樣重複重複做 i一路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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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第10次的時候 再加i加加的時候 走到10次 它就會 i是等於10 它遲早都會等於10 因為每次加1 是吧 那它就問了 10是否小過10 因為i是10 10就不再小過10 那這段code還行不行 就不行的了 不行那怎樣 它就會離開for loop 走之後的東西 那我就將那個pattern 再簡單說一次 讓你明白for loop 是甚麼 for loop就是這樣做的 首先我會 draw 然後就走不慣 然後就走到for loop 它就會首先怎樣呢 將這個做一次 然後在這裡check一check true的話做這裡 做完做這個 再check 看看是不是true true的話再做 做完之後呢 又再做這個 做這個呢 又再做check這個 check完又是true呢 又再做 再做多一次這個 今次再check它是true 如果中有一次是false的話呢 它就整個for loop 走完的了 就會跳了到這裡 走之後的code 這個呢 就是for loop的做法 但是這個for呢 我今次做這個for loop 你就可以數手指 不要10了好嗎 那就比5 如果我seti等於0 i小過5的時候 就會做 重複做 每次加1 那究竟這兩行code會做了幾次呢 看著吧 0的話做不做 做吧 它會走一次 1做 2做 3做 4都做 都i等於5做不做 不做 所以如果你寫i等於0 i小過5i++的話呢 這一段code呢 它是會重複走5次的 但是你要記住 如果我走這5次的時候呢 裏面會讀到這個i的 是吧 當它走第一次的時候 i等於0 第二次的時候 i等於1 如此類推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這樣寫 就沒什麼意思的 你最後都是run了個ball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每次都是用同一隻顏色 踩下去 同一個位置 是吧 所以你不會見到有什麼特別 不同的 不過但是呢 如果我呢 改一點點 譬如呢 我將elipse的x 這個x position 乘i 這樣就不同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i呢 第一次行 檢查的時候 檢查到0 它會做的 0乘200 就是0 所以第一次行的時候 那x呢 是0 好了 再上去 因為i加了1 然後再檢查它 1也是小過5 又會再做 但是因為今次呢 這個i已經變成1 所以200x1就是200 那個elipse在200那裡 第三次行的時候是400 然後是500 不是 然後是600 800這樣做的 那我發覺呢 就似乎成1太大了 那我這裡呢 寫100呢 你就會看到呢 有 1 2 3 4 5 有5個ball 喏 我們剛剛呢 就學懂了呢 for loop有什麼好處 如果我要做5個這些的ball呢 本身我們是要把這兩行曲 是重複做5次的 但是現在不用那麼複雜 我們呢 只是呢 寫兩行 用for loop包了它 它就5次的了 最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我譬如這裡不要打50 譬如打 25 那樣 我這裡如果寫50 我都不怕了 它就等於下50次了 就要把50個ball衝出街 所以呢 for loop的好處呢 就是呢 你可以隨時改個數值 令到呢 它是做多一點 還是做少一點 甚至呢 你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 i呢 有時是0 有時是1 有時是2 那你也可以呢 將這個顏色呢 改變的 透過用i 當然啦 你可以不用i的 你喜歡用random 就行的 random 25 你喜歡這樣 random了它呢 每次呢 就不同顏色 是吧 不同深淺 是吧 那你看到它閃閃閃的原因呢 當然啦 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呢 它這件事呢 因為它不停的draw 所以它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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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透过就是用i